天下崩溃 我会再来看你的 羽化天 我该怎么办 就算你们今天 能逃过季将军的一击 可你做梦也想不到 万玉楼也来了 你要记住 你是太子的身份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要穷心未尽 色心又勤 先是在寺院当和尚 后来又被你关到无心岛 现在又随你来到大漠 连个女人都不让我多看 我又不是太监 只要你登上了大位 你不管正事 我也不管你有多少后宫 你想要多少女人 我给你多少女人 就是那个宋慧荣不能碰 她曾经是你父皇宠幸过的女人 那前朝都有先例了 父子还有同客 真是有妻妇必有妻子 先不管这些 正事要紧 我已派了先头部队前往驿战 大军一定要在天亮之前 突袭驿战拿下兵营 然后再一举歼灭于华天 公公 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 让我先见到我姐姐 我可以替你向她传话 渡知疫情 劝她归顺 就凭你 这事我自由主张 不必多言 是 是 怎么了 你谁在担心 苏慧荣的安危呢 还是在担心 我们逃不出这个困境啊 苏慧荣我倒是不担心 我只是担心 他们来的时候 万一遇上黑沙暴 就会全军覆没 放心吧 要是黑沙暴来的话 第一个打败的 一定是叛军和土匪 我们一定能全身而退的 你可别忘了 我们是有密道可以藏身的 一定不会有失的 你为什么还带着 不鲁都的定情信物 我 难不成你想当膝下富吗 没 我 我这不是带习惯了吗 你要是不喜欢 不就拿掉好了 这个图腾好奇怪啊 为什么是三头鸟呢 你不知道吧 不光是这个手环 有这个图腾 上次顾少堂 带我去了一个古墓 里面有好多西夏的金壁 金壁上也是这个图腾 那很有可能 这三头鸟 就是西夏王朝的象征 皇宫的宝藏 肯定会跟这三头鸟有关系 这个连布鲁都自己都不知道 宝藏长什么样啊 谁都没有见过 就连顾少堂带我去的那个古墓啊 都是在无意间发现的 在我看来一定有所关联 好了 这镯子有什么好琢磨呢 不许你带 拿过来 不许你带 拿过来 你还吃醋了 你拿不拿 好了 我不带 我不带 我不带了 来来来 这头怎么干的 人家太漂亮了 跳起来又唱起来 举起小花鼓 种一下 右两下 左边再三下 唱什么唱 吵死了 喂 是你让我来的 现在又嫌弃我 这不是我们西夏的吗 你从哪儿来的 这是我跟胡忠义刚挖的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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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不会是西夏王朝宝藏的一部分 老板娘 你看 我祖父以前就说过 说我们西夏族制造过很多这样的金币 而且我父王也说 在宫殿里 有一座像山一样高的 真的 真的 你只是听过你又没看过 我听说 那个宝藏里面 金银珠宝什么都有 甚至还有罕见的珊瑚和玛瑶 是 不对不对不对 这西夏的人都是潜心像佛 我听老百人说 那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佛像 全身都贴满了珠宝和宝石 真的 那就是带我走看一眼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 那是我们小时候的童谣 讲的是一个王子经过重重难关 救到一个公主的故事 最后那几句唱的什么意思 最后 左一下又两下 左边再三下 这哪像是什么童谣 倒像是通关密语 你会不会想太多 你可是我们女儿节跳舞时的接派 你们在聊什么呢 胡宗玉 你不是和宇化田去屋顶守夜了吗 难道有什么动静 没有 宇化田说他等不及了 想趁叛军包围龙门客站的时候 先赶去驿站等西场的人马 我想陪他一起去 不行 太危险了 不行 要去我和你一起去 那么多人一起去 岂不是更容易被发现吗 你跟宇化田路上小心 我会告诉你师父 我们在这儿等你回来 嗯 公公 兵里空无一人 即将你和所有人都不在 相信是去围攻龙门客站了 天快亮了 日出十分 把那女人放了 是 你要干什么 公公一会儿放你回去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有东西要交给玉花天 参见赌主 对不起 我一直逼不得已 住手 放开 放开我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他要走了吗 我就过来道个别而已 抱抱 没动他 你 太子殿下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了那天 色胆包天的毛病啊 还不走啊 还不走啊 你脱口 行 你这是个犯人吗 你能够搅着 不信 驾 鱼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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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们赶紧给我的嘴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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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妈是个美娇娘 别 别动 别动 再动我伤了 你长得还挺漂亮 我在龙门客栈见过你 你一个人出来干什么 说 你不说 我现在就跟你圆房了 藏 藏什么 藏什么 藏什么东西 呀 还他 咱 别跑 快快 走 要不要紧 别追了 别追了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对啊 出什么事了 我的人呢 这是太子给你的信 你等一下 你去哪儿啊 少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真的看见少爷了 万语楼是没死吗 怎么来的都是东厂的锦衣卫啊 喂 阿姨啊 你倒是回个话呀 宇化田拿了信就跑了 我也没办法追他 到底我家少爷出什么事了 你说呀 太子落在了万语楼手上 他偷书机器 没办法逃走 所以才让我拿了那封信 交给宇化田的 这么说 万语楼真的还没有死 哎呀 那天封楼上的那个人头 就真的是假的了 哎 万语楼这个大猫头没死的话 我们全部人都会遭殃的 不行 我要赶紧去告诉师父 我们这样真的是三面受敌啊 哎呀 宇化田 哎呀 姐姐 这一声称呼 也许叫得太晚 我记得只见过你一面 在湖心边缘 我发狠地咬了你一口 到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我是多么想再见你一面 我和万语楼已经到了一战 我会说服他帮你结尾 也许别人以为我和他狼尾为鉴 其实我是忍辱负重 我希望有一天 能够为娘多仇 万语楼许了我江山 如果我真的能够登上大位 我唯一信任的人只有你 你要帮我一起 诛出这个大恶人 好 弟弟 你总算还活着 放心 我们早晚会见面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了 你说什么 万语楼没死 肃慧荣亲眼看到万语楼还活着 而且少爷现在也在他手上 少爷还写了一封信 让肃慧荣给羽化田 我们不都看到他的人头了吗 难道是个骗局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 万语楼的武功 怎么会如此的不肯一击 现在想来 一定是有人易了容 替换了他 真没想到 被我重伤的万语楼居然是假的 可又是谁割了他的人头 挂在城门口上呢 你别看我 肯定不是我 你都出现了 我还冒充你干什么 你们说的那个万语楼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你们找到那个马天佑 要和他一起走 马天佑不仅是我们家少爷 更是流露民间的太子殿下 他不是万马堂的人吗 为什么突然变成大明太子了 怎么回事啊 你快说呀 胡忠玉 你别闹 如果你家少爷是太子的话 那你不就是御前统领 说不定还可以混个一官半职的 布鲁多 你没看见胡忠玉已经很烦了吗 你不要在这儿捣乱好不好 去去去 一边去 怀恩 羽化田找来西场救兵 现在变成了万语楼的人 而且他们人数众多 一定是来让我们报仇的 我们该怎么办 不仅如此啊 我们现在前有狼后有虎 外面还有叛军和土匪 我们也一时无法抵挡 师傅 现在少爷在万语楼的手中 我们是应该先救少爷呢 还是应该和万语楼决意死战呢 羽化田现在哪里 羽化田 你要去哪里啊 天佑在那个混蛋手里 我要去救他 你别那么出动 万语楼是有辟而来 他带着冬场的精锐部队 个个都沸腾前之辈 你一个人去肯定打不过他 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 他是我亲弟弟啊 我知道你担心太子的安危 我在军营里见过他 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软弱 虽然表面上受制于万语楼 但是我认为他既致多谋 能屈能伸 他真的一切安好 你仔细想想 他能在那么紧要的关头 避开万语楼 把那封信交给我 让你知道他的决心 说明他已经想好了对策 你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天佑真是可怜 当日遭受非人待遇 被关在别院密室 万语楼 但他连群兽都不如 我虽然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可我不知道他是我弟弟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说什么都要救他出来 你就别自责了 这一切都是天意 太子经历了那么大的磨难 一定更能忍辱负重 我看到他 一身副指挥使的容装 站在军营里 我相信 他绝对不会甘心屈服于万语楼的 万语楼老奸巨华 天佑毕竟年轻牺牲 无论如何 他都不过那只老狐狸 不行 我一定要去 你不能去 你放手 我们还是先回楼门客栈 找大家一起想办法 万语楼的大局已经在途中了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你一个人去送死 我不去 天佑可能随时没有命 你放开我 别拦着我 放开 你就是死 我也绝不放手 你 你放手 你冷静止我的话 要对付万语楼一定要从场记忆 你这样去 非但救不了他 你自己也会欲识去烦荡 你一直都是很沉稳的人 你 你这样一去 你是永远都见不到你爹地了 马天佑为什么要写信给羽化田呢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 我从来没有听羽化田说起过少爷的事情 不过少爷曾经被万语楼灌在秘密别院里 以万语楼和羽化田的关系 他们说不定也见过 即使羽化田知道马天佑的太子身份 但马天佑也不会相信他呀 所以就算要求救 他应该写信给你们师徒俩 这我真不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啊 羽化田肯定不会伤害少爷的 少爷写这封信 应该有他的理由吧 羽化田 少爷写给你的信到底说了什么 我是东西两场的督主 太子的密函是要告诉我 万语楼不但挟持了他 而且还要来龙门报仇 甚至还要争夺西夏王朝的宝藏 你怎么成了他们之间的传信人 我是奉了羽化田的命令去搬救兵 没想到在那遇到了太子殿下 太子得知羽化田和万语楼翻脸 所以才写了那封信 希望能借助我们的力量去救他 我明白了 少爷是想利用你两场督主的身份 拥有朝廷的力量对付万语楼 师父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现在万语楼大兵押击 马天悠悠在他手上 我认为我们要各个击破 想方设法救出马天悠 然后再对付万语楼 赵大侠说得阵阵有词 要主动出击 要主动出击 就凭我们几个 怎么对付外面的千军万马 我可不想白白送死 胡中运 我是不会让你去的 我有一个想法 可以跟大家商量一下 现在外面的叛军和土匪 对我们虎视眈眈 如果再加上万语楼的兵马 我们一定支撑不下去 所以与其等着以卵击时 倒不如先挑起叛军和土匪之间的矛盾 让万语楼去消灭他们 然后我们再突击 这样的胜算会比较大 既然万语楼 他这趟的目的也是西夏王朝的宝藏 那外边的叛军还有土匪 自然也成了他的斑脚石 原来万语楼也盯着我的宝藏 那他就是我西夏的敌人 我西夏的死士 也可以帮忙一起对付他 好 我就跟你一起先从密道出去 探一探万语楼大军的虚实 如果见到了太子 趁机把他救出来 就要你的主意做 看来黑沙暴是躲不过了 大家要提前准备准备 师母 要不这样吧 我和布鲁都去吧 我对这里比较熟悉 而且少爷不容易相信人 只有我出现的话 他才会跟我走 我不是跟我走 我说不然不过 我说不过去 我唯 real 你赶快走 我唯 real 你赶快走 我说不需要一颗 你赶快走 那是这样 你赶快走 你赶快走 分别是叛军和一群土匪 当我惹死不管他们是谁 都给我一一铲除 公公 恐怕马上就有一场大风暴了 我们的大军真的要进发吗 越是危险 他们就越会放下新防 可是 这漫天的风沙 大军会走不动啊 欲贼杀贼 欲佛杀佛 要速战速决 这个天挡不住我万语楼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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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徐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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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 徐将军 欺骗 徐将军 欺骗 发现一队人马 好像是东场的敌意味 难道是 于华田的救兵到了 别打了 快点 把撤 撤吧 撤 公共来不及了 等等我 你怎么来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 我和布鲁都只是去查探 你这样穿反而容易暴露身份 你还是回去吧 不行 我非去不可 师母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吗 你何必这么多此一举呢 就算拼了我的命 我也要救太子出来 这么拼命 你干嘛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不用你管 行了 他是朝廷的人 当然应该这么做了 杀奸臣 救太子 是理所应当的 要走一起走 别帮我唧唧的 我说你这么卖命干什么 你不是看上我们家少爷了吧 你胡说什么呢 那可不是吗 你看我都吃醋了 你什么时候为我粉身碎骨一次 外面风扇太大了 咱们根本就走不了啊 那怎么办 如果黑沙暴真的来了 那万宇楼和太子 就会全军覆没 你肯定是有一定的 我生气有了 人生气有了 别死了 围圈 围义战 让我围义战 围圈 围义战 这样下去不行啊 咱们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找个屁啊 去楼门客栈啊 走 上楼门客栈 全体去楼门客栈 去楼门客栈 走 快 上楼门客栈 上楼门客栈 快关门 把东西都搬过来 快 快 好好 快 来了 快 快 快 点着 这外面变天了 也不知道布鲁都和胡忠玉 他们怎么办啊 他们俩应该在地窖里 这俩人既定得很 不用替他们担心 也真是天忆 如果万一六大军遇上黑沙暴 肯定也会丧生在大墓 那马天佑不也跟着遭殃了 他不是叫天佑吗 那就看老天会不会保护他了 老板娘 外面有人 没张脑子 这种天气谁还开门做生意啊 不用管 凉了 好凉了 速度 快点 把他们进去 拿出来 不肯定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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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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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万语楼 我才不相信他们会帮忙 对付万语楼 说不定被万语楼收买了 老柴 开门 你 我去开门了 这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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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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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风沙那么大 外面楼的部队肯定受不了 肯定到不了龙墨客栈的 于化田 你还担心什么 她呀 她是在担心太子的安危呢 他们如果还没有撤离的话 就会全军覆没呢 不好了 不好了 郑大侠把派军和土匪都放进来了 怎么会这样 他们是我们的死对头啊 外面的沙暴 把两股势力的人都吹走了 现在只剩下许大和和氏兄弟 加起来还不到十个人 他们都投降了 所以赵大侠才放他们进来避风沙 你们在这儿等我 我上去看看 你不会打言我倒点儿说 我看着他们气久不顺 这里是龙门客栈 你到底谁说了算 老板娘 这 这不是赵范安让放进来的吗 是 可赵范安你也不想想了呀 是 这 咱们得不起呀 是 这可是老板的师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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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坐下 要不然 谁都喝不了水 坐下 你别吵 他们怎么样了 都不是接什么好人 你真是新人 放东西来干什么 别吵 别吵 老实点儿 来人了 老板 师父 咱真的忍不起呀 那你说不那么做 咱不得罪人吗 我师父呢 好 好 来一碗 师父 师母 现在外面风沙太大了 我们暂时走不了了 坐下 喝两碗了 我没喝 再吵谁都没不止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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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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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快点 走啊 公公 这沙暴不知何时登厅 我们大军宫拿龙门客宅的计划 又受到了阻碍 您觉得 这西夏宝藏 会不会被人结束前登了 我看你 关心的不是这些吧 你是在担心羽化田的安危吧 公公说的没错 我是担心她 她毕竟是我的姐姐呀 一口一个亲姐姐 叫的可真亲热 你这么急着姐弟相认干嘛呀 是不是想 你们俩连起手来对付老夫啊 听我不敢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登基 就必须让她交出大权 如果与化田不交出东西两场的大权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觉得应该不难吧 我毕竟是太子 她又是我姐姐 我相信只要我一开口 她应该会听我的 太不了解羽化田了 她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她的机智她的武功 在这个江湖中 已经没有几个人比得了了 我是看着她长大的 她从小就是 她想得到什么 她就一定要得到什么 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不讲任何的情分 老夫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我辛辛苦苦拉扯她二十多年 把她养得这么大 她反过头来不是说杀就杀呀 更何况 你这个素未谋面的弟弟 公公 再怎么说 她也是个女流之辈啊 女流之辈 你见过一个女流之辈 能当上东西两场肚主的吗 我把她拉扯大 看着她一步一步地爬到金顶 我太了解她了 她的野心绝不至此 她很有可能 就是第二个武则天 是她的 公公 您这话的意思 天佑不明白 您是说她连我 当年的唐太宗是怎么登记的 他要不是在选我们杀凶世帝 他能保住大唐的企业吗 天佑 你如果真的想成就大业 就必须要学会狠 你必须要给我做到 够冷酷 够无情 别再奢望什么姐弟情深了 要想一盏红土 你必须要做到 六亲不认 对 听我明白 听我明白 你说什么 宇化天是女的 师母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跟她在沙丘上轻轻捂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以为我跟宇化天已经够小心的了 谁知道 还是逃不过师母的发言 我那叫女人的直觉 要不然 我怎么会去驿站 打探清楚她的身份 还中了那一件 怪不得那天 她穿着你的斗篷 原来她是女人 她就是不想泄露她的身份 要不然 也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那儿吧 对啊 宇化天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其实 她真的是有一段很可怜的身世的 她是万语楼当年 派到西厂潜伏的卧底 宇化天说过 她是被万语楼收养的 和肃慧荣 还有宫里的明妃娘娘 是一起长大的 并分批送到了宫里 后来明妃娘娘成功迷惑了皇上 肃慧荣留在点信局里 是为了收集宫里的情报 宇化天 就成功代替了督主师父 登上了西厂督主的大位 只有万语楼像阴险脚诈的人 才能把事情安排得如此缜密 万语楼这个大魔头 我在宫里的时候 可是见过他杀人不眨眼的手段 督主师父 就是被他一手害死的 那万语楼跟宇化天 又为什么会反目成仇呢 难不成万语楼的人头 这是他看起来的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不过宇化天和肃慧荣 还有明妃娘娘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 感情一定很好 后来明妃娘娘被打入了冷宫 肃慧荣逃出宫外 可能这些 都是他们反目成仇的原因吧 那宇化天的大魔来 其实真正的理由 是要寻找太子吗 其实当初 还没有太子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准备抛弃荣华富贵 和我一起私奔的 你说什么 看看你啊 当徒弟的 是风流成性 什么女人都敢惹 我 可是当师父的 怎么那么木讷和迟钝呢 是吗 师母 师父 于化天真的不像你们想的那样 当他知道太子也在大漠的时候 他说一定要帮助太子 找回宝藏 登上大魏呢 那他也算是个奇女子 能为大名尽忠 封朝阳给你的那封藏头诗 你还在吗 在这儿 向前方的总保本 神环后凤 龙凤胎 仙女后男 你说会不会于化田就是公主呢 于化田怎么可能是公主呢 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公主呢 于化田亲口跟我说了 万语楼曾经跟她讲 皇后娘娘早已刺死了公主 只剩下太子殿下一个人了 姐弟行伤 血脉清秀 一身旗帜 长在不毛 这什么意思啊 你在怀疑什么 进来 赵大侠 刚才啊 收拾账房的时候 有您一封信 我前几天给忘了 这什么时候来的信 好像是前几天 巡证官送来的 这当时啊 这不店里出了点状况 就给忘了 谁写来的 谭自信 谭大人的信 谭大人 宇花田 何故 倪华田 你快下来啊 怎么了 布鲁都和哈岗已经答应陪我混进驿战了 现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胡人商队都会躲进驿战的 我去找找少爷的下落 就你们几个去 不行 我也要去 你这是干嘛 看你这两天心事重重的 你的心里只有太子 你胡说什么呢 不是吗 对太子比对宝藏还有兴趣 你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了 是皇上亲自下令 派我找太子回来 我是奉旨领命 皇上 皇上 还皇上呢 皇上现在都有难了